冰店老闆娘生气调出监视器 指控就是站在学生最前头的老师 做了坏榜样 明明是自己把垃圾留在门口 要求她带走还开枪 有一袋的食物的垃圾 以及食物残渣 就是散落在整个桌面 然后是那种就是 你要拿抹布来擦的程度 然后垃圾要捡一捡这样 事发在周五早上 北市一家连锁课后照顾中心的老师 带12名学生到这家冰店 参加食安体验课程 除了指控老师乱丢垃圾 店家还有满肚子火 课程开始三分钟后 老师先带一批小朋友进场 过了十分钟 还有另外一批姗姗来迟 真的进到课堂 已经迟到近15分钟 又迟到 然后又分三批进场 然后后来一到店里 就是老师都已经在上课了 然后大家都已经在专注 然后老师 那位老师本人 他就还是不付钱 业者也抱怨 课后照顾中心的老师 从一开始就希望 只付孩子的钱 老师一人500的报名费 能免收 甚至到现场还不断要求 最后不付钱 才信信然坐在门口 而后来的垃圾纠纷 成为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当时老师回应没有 不想付费 是想确认团体报名 有无优惠 迟到是因为小朋友状况多 有提前告知店家 至于吃外送三明治 并没有乱丢 是不小心掉出来 而穴穴则可能是 小朋友吃饼干掉的 因为业者态度不佳 脸色不好 才会说要评论店家 只是店家开课 老师报名 都是为了孩子好 没想到却因为双方纠纷 蒙上一层阴影 东森新闻 小宇之蔡永恩 台北报道 好 感谢观看